1. 王立坤 这两天王立坤在嘎拉走红毯因逗留时间过长,而遭到一片群潮。 看过视频后,相比其他人,的确是有一丢丢酒,现在王立坤在谈一个年代剧,男主暂定静东,女主要在他和蒋新之间选择,不知道时会露死谁手呢? 2. 韩红董捷本来董捷打算靠那部古装剧制剧翻身的,但奈何迟迟不播,都急死他了。 3. 当年他离婚那段时间里,韩红没少帮他,还在公众场合为他说话,之后还把他介绍给赵薇,但是现在他和韩红的关系,也没以前那么好了。 3. 赵丽颖之前赵丽颖去时装周,然后就有新闻说,他和王子文撞山了,其实这是有人放风给王子文的团队听的,王子文这边行动力也很快,随即靠着撞山上了热搜。 4. 牛俊峰最近牛俊峰搭档刘凯威,王欧的新剧开播了,但是收视真是一言难尽,扑得有点难看,现在牛俊峰团队帮他接的剧都是古装居多,他们打算把牛俊峰打造成古装小声,但是他团队实力一般,接的资源也不咋地。 5. 黄子涛 杨天真很早就想签黄子涛了,特别是这两年黄子涛崛起之后,更加有合作欲望了,但奈何黄子涛的爸一直没答应? 他爸打算自己做,自由度可以大些,相信你们已经看到了,宝贝们已经可以给八爷留眼里,来,让八爷看到你们的热情,看完不点赞的都是耍流氓。 很多小表辈总是问姨太是谁,姨太当然是八爷的心肝小,宝贝儿呀,姨太今天那边有洋洋没人捧了,范冰冰被认错,李一峰忽悠人,陈百林演日剧《金晨糊了》,行昭林人员成